石坦顿在零号三坏情况下敲出拳雷达 USA Today Sports体育中心综合报道 在怪力男石坦顿 Giomelo Stanton 在一局下半就开轰 敲出本级第二十九轰领弦下 杨基今天以5比3击败游骑兵 四连战中取得二胜一负的优势 持续在外卡榜上零跑 不过,同区死对头红袜今天双重赛首场也赢球 杨基仍在分区落后9场胜差 石坦顿今天在一局下半 在没有好球三坏球时积极出棒开轰 根据统计,这是他生涯296红中第三只在零号三坏球时出击 这也是石坦顿进无场比赛的第四轰 第二十九轰顺利几进目前美联拳雷打炮手榜前十节 请继续往下阅读此意由骑兵在七局上追平比分 不过杨基下个半局旋即展开反攻 安杜哈尔,玛德尔安洛尔,开炮 敲出一发两分炮超前比分 本季第十七轰,最终带走胜利扬长而去